交通新制上路之後呢 汽機車只要違規就祭典 而有代辦業者呢 就抓準了法律漏洞 當起了交通黃牛 是讓駕駛人呢 用一點是一千到兩千元不等的價格 就可以把違規祭典轉移給有駕照 但是不想開車的人 避免自己吊銷駕照 開車違規被祭典來監理站辦理轉移業務 但是怎麼好像怪怪的 為何還要著收兩千塊公本費呢 內容越聽越奇怪 原來部分代辦業者動起歪腦筋鑽漏洞 當起交通黃牛趁機賺取不法錢財 我們可以幫你代辦車牌不用繳回監理站 也可以自動起效吊扣時間 如果有其他的業者謊稱說可完全合法上路 不會有任何問題 切勿相信 因為我們本質上就是違規中 違規祭滿12點掉扣駕照 兩個月對職業駕駛人來說超級商 但違規祭的是車牌不是長相 這些交通黃牛緊招攬違規駕駛 花兩千元將點數轉移給有駕照 而且不常開車的人 因為點數優效期限一年 明年又會重新計算成了漏洞 他說代辦費的話 就是四萬幫你處理 我們會跟你約在監理站 然後我們問他說 請問拿回牌照就可以正常上路嗎 他說老闆回答你 就是原車牌上路 實際走一遍監理站外頭坐滿 代辦業者對於法規模糊地帶 其實都略知一二 但北市府官員提皮球給中央 讓議員直接炮轟 灰色模糊地帶交由誰來管中央和地方 因擬定對策才真正落實交通安全 接著姚亦婷陳嘉明台北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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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